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回來,不講就不講還須講 因為這兩天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大新聞 你要我再講講講廣鐵、螺旋頭又怎樣怎樣 真是...這樣 於是我昨天見到洗版,無論Facebook 就是每一個評論節目,甚至乎今天頭條 都是講習近平這個集五條 就是要推動這個兩岸統一 其實我又不覺得是這麼大的新聞 他用打嘴炮的人就有去打 中國共產黨由九十年代,甚至鄧小平說 我們這個祖國統一,這代人做不到 下幾代的人都會做到,打嘴炮去打足三十幾成 你不是真的有什麼好講 反而你說我要去探討一下,就是要探討一下 首先本身一國兩制是一個撥論 我不明白作為一個銷售市的習近平 那怎麼會找一國兩制來銷售呢 你絕對都不會找一國兩制來銷售 那會不會中間有玄機,譬如說 就是一國的意思其實是中華民國呢 我看到在習近平收一國兩制之前 有些人都挺配合的 很多人都配合 就去歐美,包括大律師,香港的大律師 真的說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 那班是人渣 香港是一個好的示範 其實那班是,大家我要再說一次 那班是人渣 我覺得不單是人渣,根本是習近平的棋子 他們說明之後,習近平就出來說了 甚至我要這麼說,很簡單清楚 被中共收買了 他們是維穩派 他們是被中共收買了 或者希望中共收買他們 即是自動獻身 而他們還要扮成一個純粮爭取民主的樣子 所以他們當然是絕對比建制派更加可惡 在人格上 在03年開始,不斷扮香港市民可以信任 國際的聲音可以信任 中共的異見聲音 最大的聲音是香港的公民黨和民主黨 怎樣 所以今時今日他就騙到人了 騙到國際認同說是有一國兩制行得通的 國際是否覺得行得通呢 是另外一回事 國際上老實說 他們都是看自己的利益 都沒有那麼多人有空關心你 一個小小香港 可能有些在商業上有損失的商人會回到國家 或者跟他們的領事談兩句 但是在整個國家來說 你香港是賭屎 其實我將這些事情放在人身上 有時候有些小孩子被欺凌 跳樓死亡了 OK 當然他們是不是懦弱 我們可以另外一個章節討論 但是其實 糟了 我被人欺凌 我被人強姦 全世界人會好看不起我 我以後怎麼會見人 很多人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但是我要再說多一次 這個世界上 其實是不會 除了你自己之外 是不會有人那麼關心你的 有很多事情是你會覺得 我日後怎麼會見人 那個我日後怎麼會見人 其實人家可能是說你一日兩日 你又要好幾乎 然後人家也有自己的事忙 只有個人理你 所以你說他們為什麼 其實你不要想到他們這麼高深 客觀他們做了什麼 是一件事 主觀的 他們是等待招案 很簡單直接 因為在一個圈內了之後 在一個權力的浸淫內了之後 就希望自己可以多一點權 或者多一點錢 那要怎樣多一點權 多一點錢 就是等招案 有個局長做 或者甚至乎做了 就是做夢 發夢也沒那麼早 去奴役你這幫人民 就是湯家驊和張炳梁是很好的人 有很多例子 有很多例子 反而我們回答了屈审問我們 搞到商業寬憑沒有 當然是沒有 當然到現在都沒有人 我真的很想招頭 其實我有時候的事情 我真的想跪拜 喂 我是打算做生意 我是打算給錢 我是打算給錢 給錢人家用 我到處都被人碰到 我到處都被人碰到 都被人碰到 都被人碰到 問完他們 我遇到我了 我留了電話 我會跟同事回覆你 是不會有人回覆的 和香港寬憑 就批你了 老實說 你不能想做生意 一句 我真的要很難招頭 老實說 如果要不用你們的寬憑 多容易 我去鴨寮街 我沒有買幾張 我們剛剛才講完 的藍卡 賣個鞋子也能搞定 但是你們做生意,很奇怪現在那些人究竟是抱著什麼心態 然後去怨天怨地,老實說,你那些人想怨天怨地嗎? 我一點都不怨的,在每一個環境下 與人的最基礎就是要掙扎求全,幾差的環境下 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有很多怪責,但是我看回那些人 有殺有戒事,他們那麼關心政治 而我已經給了一個答案給你們,不用理會 被人欺負,等到現在自己爬底 夠膽付出的就是帶頭起革命,我可以跟你說 一呼百應的機會是有的,不過不多 但是你說我等待時機,跟他死兩個,一定會很快 到時不要手軟,到時不要見到警察說 他也是我媽媽生的,到時不是他死,就是我看 你只要這樣想 你只要捉著林鄭,就當場就在斬首,可以受西施股 像卡達菲那樣,你還聽那些阻交講嗎? 你看今天,我不是說這些,你看這些報紙 有些東西,很少人報的 你只要看美國處理 acting,國防部長說什麼 他只是說,第一,他會秉承住什麼,他們是廢話 然後就是跟那些,另外一些 side story 裡面 他跟全部海陸空三軍去見面的時候 跟他們說,China,China,China 即是說他們一定要忌忍著,你想想是一種什麼表達 現在我們全世界的敵人,美國的敵人就是中國,中國,中國 沒有說是 enemy 他只是說,China, you have to remember China,China,China,那你說是表達什麼 我要提醒你們,中國的作惡是可以比伊斯蘭那些人更加大的 為什麼呢?其實就等於泛民和伊斯蘭那些人 伊斯蘭那些人是空悍的,是殘忍的,是額外看得到的 但是你想想,中國那些人是混蛋 中國人除了經濟之外 但是呢,那個死狗的勢稍微弱一點 你只是看看現在的嚴肯 一說到要噓噓噓噓的時候 又說噓噓噓噓的經濟 我是噓噓噓噓,實際第二大強國 噓噓噓噓噓,五年後,十年後 我們就超過美國 所以美國現在要按夠我們 噓噓噓噓噓 好了 一到達到那些人說 那你還錢,噓噓噓噓噓 那你理行條約,噓噓噓噓 我們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 不要亂夠我們 喂,這個是賞家產的 我們我們看 這是一個民族性格 你見租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你看平時大陸的人也對 我們不知道多久 可以見到 上次,克家佬人去台灣 被逼一逼 克家佬人的反應不是太大? 也是有些大的 就是為什麼要推我 當然他們說國語比較好 那些漢啊是不是有心推他呢 就很公道地說 那別人不是有好心 那別人也不會考慮這些 那些大陸人 我要拍照 我要拍照 那你客家佬那些人 做甚麼事 就吵架他 我們一哭吵他 其實我轉著臉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甚麼事 但是客家佬吵大陸也不會錯的 立即吵架他 吵你老母 你那頭靠近了 他們是立即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是這麼瘋的 吵你老母這個民族性是這樣的 所以由特朗普說 敘利亞要撤軍 雖然我不贊同 然後馬提斯辭職 因為不同意特朗普 這是一個觸法 最後落頭背上的最後一根道草 即是中東的焦點就移開 再加上今天的中國 中國 中國 我反而有些希望 對於美國 反而我越來越覺得 這個不是 我覺得特朗普真是夠 他比我們還突破漫腸得太多 因為他真是醒 因為自從911之後 整個美國的焦點 全世界的焦點 就放在中東和反恐 他現在不是了 將中東反恐反伊朗的焦點 變回反中國 這個才是做得最好 而且還有一件事 特朗普更加聰明的一件事 他知道中東這件事是永遠都沒有解決的 永遠 除非你丟掉了 也沒有在丟掉核彈 炸掉了全世界大戰 如果不是 丟掉了你 那些人 他們那些人 他們那些人 那些人是不能搞的 搞不了的 反而我覺得大家真的要想想 習近平在現在這麼一身屎的環境下 為什麼呢 還要挑起這些 其實不能爭辯的爭議 欺騙小孩 轉移焦點 而且說這些東西 一定是永遠沒有錯的 因為在很多華人來說 他們都會覺得 就是這麼說了 我也知道台灣是不錯的 但是這麼精神 但是他要賺錢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們要再說一次 不僅是台灣可以獨立 我們不要說得那麼獨立 只是大嶼國 北佬可以獨立 滿洲國可以獨立 不要滿洲國 就是東北三散 只要你們有獨立的心 為人民自決 現在不要再用以前過去的大一統思想來綁死自己 當然人民也可以說我們喜歡大統一 沒問題的 好像《環球時報》說的那些東西 當蔡英文 蔡英文這次反應快 一不到他就不反應快 他拿回想選總統 第一 他現在壓力很大的 今天報紙又說 心六四大 別說元老 那些老鬼 走出來 已經是走到後台 直接叫他不能選 不能選 因為去選就會輸 民調他們全部都會輸 對吳敦爾也會輸 對 非常嚴重 但是呢 去到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連任的 他只不過是國安 剛才新聞話去第一次正式說 不接受一國兩制 即是上任兩年內最強硬的 其實應該要這樣說 在台灣人的共識 是台灣人的共識 我不要說是藍還是綠 我想大部分人 肯定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即使我不知道什麼共識 不知道大陸是什麼環境 一國兩制是一口屎來的 鄧小平當然提出 對 你說真的 現在有年輕人的朋友 如果有聽節目 我們要先掌理知識 其實香港人都不同意 叫無奈接受 因為根本就是 老實說 香港人都是共產黨的 再說多次 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移民 現在你只看那些 姜大衛、李林林、王淑儀 為什麼八十年代都走光了 還有惡華呢 惡華那些就不要說了 全部都走光了 因為共產黨就是靠吳敦 蔣經國那些被他抄回來 蔣經國 當然知道 蔣經國其實都是在那裡搶出來 那個系統都出來的 好了 問題就是 的確我們是想不到的 我們想不到的就是 到現在都想不明白的 但是這個後來我解釋到 就是那個思維 那個 mentality 根本就不一樣 那個基本 好像我們這樣 現在我要追求台灣 那我是不是要好好對待香港 正常我們都是這樣 就是一國兩制一個示範 示範的 你說不行 一國我就告訴你 是可以的 雖然不行 但我們搞兩制是怎樣的 你看香港就好例子 你起碼會這樣 他又不是 每天打架老婆 你老婆臭氣 然後跟女兒說 你跟我吧 我對你很良好的 我對女人非常好 我從來不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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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最愛老婆 這世人 你叫人家怎麼能夠相信 還有 你經常開口 埋口 打中國人牌 打這些 吵架 你現在基本上 台灣經濟這麼差 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大陸在拔後腿 台灣人才想跟一些 外國小的經濟體系做生意 你又在給壓力 然後你又要跟別人斷交 老老老實實說 你叫台灣人 怎麼會有人會喜歡一國兩制呢 所以蔡英文出來說這句話 環球時報今天就說 他是一個黨 不能夠代表人民 你真是 他現在的政黨台灣人民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總統 他不想可以代表台灣 就算他不可以代表 可不可以代表 不是你們的環球時報說的 是台灣人民說的 你又找到那些十四億人出來 我都說OK 沒有問題 我直接全部都說OK 你怎麼拿出來公投 打十四億人 你中國共產黨 整條公投法決出來 我給你十四億人一起公投 不是啊 十四億零加台灣二千萬人 一起來公投 你那些人說 你夠膽給他們公投才說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夠膽給他們選票人民才說 老實說 一國兩制本身 林匡政也說過 我也說過 很多人都說過 其實已經是一個撥論 為甚麼呢 一國為甚麼有兩制 真是說 有一個制度 是會給你們一個制度優勝 即是一國是很差的 不然 那一定是用優勝的 怎樣判斷優勝的 理由我都說 不要說我們一定好 因為他們經常說 要輸出不經模式假 早是半年前 現在這半年前就說了 輸出不經模式假 或者不經模式都好 都不定 那你一下子就讓人民去選 就不是你們說選 就選到胡錦濤走到日本年輕人 你怎麼做這個中國領導人 是否胡錦濤 是否胡錦濤 是哪一個人民選出來的 原來是這樣 是江澤民民 其實江澤民也不是很想選 人民民小平 選出來的 等於陳豆波 是老婆的親戚 原來是兒子 是哪一個老婆的親戚 是哪一個老婆的親戚 你習近平作為一個銷售 即是他 河莊沒有劍子在佩公 即是很明顯轉移視線 這些辦境 是 打民族主義 即是那些 即是 即是把他的力玩 即是快要倒的狂難 去倒的 我真的越來越 為甚麼呢 我純粹看他的臉上 他那個政府 你有沒有說 真是稀氣上頭 如果你說他真心覺得 一國兩制 我不能夠排除 有些人是這樣的 覺得好 這樣也透視了共產黨的人 或者中國人 去怎樣看這個世界 原來他們真的覺得 有飯吃就這樣 有屋住就這樣 還有心機聽 又可以去旅行 即是等於我都被人問 啤梨你經常出來搞搞振 你現在香港有甚麼不好 我中立的 我真的沒有意見 但你有甚麼這麼不滿 他們真的覺得很好 你沒有嗎 你媽媽 那你還說甚麼 台灣呢 我看到謝功 明天會上來 可能這幾天 剛剛過年沒有甚麼新聞 我仍然是堅持那件事 一般來說 我們會理論上知道 如果 中國一動手 美國就不會袖手旁觀 但我要再說多次 即使美國袖手旁觀 你夠疆開波的 你能夠打贏才說 我不是說 你們的武裝實力 真的去到這樣 當你了解到現在 人民解放軍的所謂 是怎樣的組成 是一班甚麼人 如果 雷霆曼君子力 你要去解放台灣 台灣的人跟你拼死一戰 我真的很擔憂 有多多個 會有必死決心的解放軍 還有這個策略上 我都覺得 習近平 即使解放軍很好抽 都是不會打 當然不會打 他一說要打 根本美國人就給了藉口 美國人又派上去 你猜是不會打 你猜是不會打 又弄了台灣旅行法 國防授權法 當日又打電話給蔡英文 昨天又不知道 將對台授母法律化 根本就是 如果中國共產黨 想動台灣 就給了藉口 美國就可以明正言順 打勾你 不是 也或者 我們要想深一點 其實專門做這些動作 就是讓美國人 可以多買一些爛鐵給台灣 是 堅惹就不會了 那特朗普 OK了 習小弟 可能是這樣 只會這樣想 你老實說 作為我們華人 你老母 你老實說 一九二幾三幾年 那些共產黨 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那些傻子 都打打殺殺 雖然他們拉後腿 他們也有做到 真是 老實說 起碼夠狠 現在能不能拿槍 都成問題 老實說 現在那些傻子 吵架 那些傻子 拿一隻戰機去打火鍋 買火鍋 老實說 你老實說 去打仗 不要玩 雖然台灣那些傻子 都不能打得多遠 休息一會 天寒地凍 就當然要去總理推介的潮牛莊 打邊爐 潮牛莊有多款不同的靚牛 有玩手 找邊等不同的部位 你有試過嗎 現在我們MIHK.TV的會員 在午市的時段為故潮牛莊 滿600元 即享有9折的一位 而在宵夜時段 消費滿1000元 立即享有85折的一位 那麼多位牛魔王 還不快約你們的朋友 一起去打邊爐 一位旗遊即日起至1月31日 立刻上www.mihk.tv 邪動YummyYUMNY 換領潮牛莊的好處優惠 來啦